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我爱发明 我是主持人丁熙 劳动最光荣 我们辛勤的劳动可以换来果实 这个果实也是最甜美的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各种和劳动施工有关的发明项目 首先我们要给大家讲一讲建筑施工 这建筑工地上大家都知道 尘土飞扬 特别是在建筑拆迁的时候 噪音大 灰尘多 无论是拆除的工人 还是附近的住户都十分头疼 今天我们的发明人就在这建筑拆除方面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他说他能用绳子来拆除掉厚实的墙壁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发明项目呢 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发明项目 尘土飞扬 贡献城市雾霾 噪音污染 影响居民生活 加上对工人健康伤害的隐患 敲打震动 对建筑结构无形的破坏 传统的施工工地 存在着许多弊病 如何在建筑施工与城市和谐环境中 找到共存的方法呢 为什么建筑工地一定要拆除呢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高层建筑普遍应用的基坑工程 图示中的连续墙与支撑梁 在施工初期建立 方便向下进行土壤挖掘 地基搭建好之后 建筑物承重粮会根据结构合理布局 此时妨碍建筑主体的部分连续墙和支撑梁 便失去作用 需要进行拆除 发明人陈立军 发明项目墙壁切割机 陈立军发现 基坑施工的应用越来越普及 拆除工程必不可少 但原有的操作方法效率低 破坏大 而且非常不环保 这让他萌生自主研发的念头 陈立军的研发路 一直都是在工地里泡出来的 他习惯施入到施工第一线 了解操作人员对机器的需求 一个偶然的机缘 他看到一处非常现代环保的施工现场 石块经水车洒水后 由挖掘机投入到移动破碎机内 粉末和钢筋被分离 掉落成两堆 机械化操作全无粉尘和噪音 发明人告诉我们 原本的建筑废料经过深度处理 都可以再利用 这让他感触良多 可不可以设计出一台机器 不仅解决施工难题 同时环保可行呢 墙壁切割机 将驱动装置 轨道装置 与储线装置 整合在一起 在液压基站的驱动下 驱动装置带动两组轮子同时旋转 使金刚石绳索与被切割物间 形成环绕磨靴 轨道装置 带动机头在锯齿形轨道上 稳定匀速上下升降 随着切割的深入 绳索与被切割物之间 始终能够保持张紧状态 内护照保护绳索 不会在高速旋转时脱离滑轮 外护照在机器启动时 防止绳索意外甩出 有效地保护周围物体 和操作人员的安全 发明人带我们来到一处地下施工现场 很快机器就被固定好了 我们走近观察 机器平稳地运转着 发明人告诉我们 别看防护罩看起来薄薄良善 但是它是旋转开合的 金刚石绳打击到防护罩内部 也不可能将防护罩打开 保证了操作的安全 随着七哥的深入 发明人的心也越旋越紧 就在七哥马上进入到尾声的时候 发明人叫停了实验 这个时候他就是说 在里面以那个绳子 一次再转一个很急很急的 然后转不过来了 这样的情况一般来讲的话就放弃 心里有底吧 心里有底了 对机器测试结果非常满意的发明人 带着我们赶往上海 表面看起来并没有不同的工地 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机坑建筑现场 机械化程度非常高 每一台机器都在按照进度 紧张而有序的工作阵 我们的墙锯机完全不用人腿肩扛 调车精准地帮助我们 将其运送到切割地点 看到切割目标之后 我们不仅为发明人感到有些担心 本次连续墙试验是切割的最后一刀 两侧已经完成直立切割 顶端完全没有支撑 这就意味着 切割的最后 不仅要考虑墙体重心 固定和施工安全的问题 还需要让绳锯机完成切割同时 布卡绳索 经过三次调整 绳锯机终于正常运转 开始完成切割任务 大吊车很快将连续强吊装起来 安全考虑 我们都必须离开吊车范围 只有强锯机 鼓铃铃继续运转着 随着绳子弹出的声音 切割任务完成 在一旁等待许久的吊车 立马启动 开始将混凝土块吊走 混凝土块吊走之后 我们迫不及待地走进机器 大家仔细观察发现 这切割完的横截面 又光滑又整齐 连其中的钢筋都一同切断了 机器完美的表现 让陈力军信心十足 他听说工地上 有一台和他类似的 进口绳锯机正在使用 为了让建筑工人们 都认可他的机器 他决定用自己的切割机 和这台进口机器一绝雌雄 第二天我们回到工地 进口机器已经安装好 再等待我们了 这两块看起来 矮矮的连续墙 实际的操作难度要复杂许多 金刚石绳需要透过地面的钻孔 深入到地下约四米的深度 进行直立式切割 对机器的耐力与收绳装置 都是一场充分的考验 在相邻的位置 我们织其擂台 一场进口与国产机器的比拼 马上开始 发明人已经将穿绳孔钻好 穿绳子这个阶段 发明人步骤更快些 由于进口机器完全没有防护 在安装防护罩这个步骤 发明人的进度落下了很多 可是由于没有防护 相对比较危险 进口机器的切线方向 是绝对不可以靠近的 时间已晚 发明人终于启动了机器 神聚在混凝土块上飞快地运动着 剑起的泥浆 让比赛进入了最后的阶段 到底最终谁能赢得比赛呢 很快 进口机器队这边已经切割完成了 而陈立军的新机器 也几乎同时停下了机器 从底下到上面 我们切完 然后看我们时间 通过机器上计时数字的计算结果 两组机器的切割用时 几乎一样 30分钟即可完成一平方米 钢筋混凝土连续墙的复杂切割作业 功率是蛮大 然后它的切割效率也是蛮高的 应该是磨了一把 我自己觉得 现阶段来讲的话 穿一把好件 说完了墙壁的切割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 另一种和建筑有关的劳动了 那就是钢筋捆扎 这个盖房子 我们都知道 需要按照图纸的规划 搭设好钢筋骨架 才能够浇住水泥 进行后续的建设 但是一根一根的钢筋 非常的坚硬 它们是怎样连接在一起 并且按照图纸 来改变造型的呢 这就需要我们的建筑工人 用铁丝 把这些钢筋捆扎在一起 说起来容易 但是做起来 却是一项非常辛苦的工作 尤其是在夏天 我们的建筑工人 常常是头顶烈日 个个大汗淋漓 那么我们的发明人 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来帮助我们的建筑工人呢 我们一起进入 接下来的发明项目 钢筋混凝土 一直是建筑领域里的宠儿 从最初的19世纪末 小规模的应用 到目前现代都市里 屹立的摩天大楼和宏伟建筑 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 这种混合式的承重结构 已然是世界建筑领域里的 中流砥柱 一般钢筋混凝土的制作 首先要进行的是 钢筋骨架的搭建 一条条钢筋 按照设计图纸的结构 进行合理铺设 铺设好的钢筋骨架 再利用钢丝进行捆扎定型 可是 这看似简单的捆扎过程 却实在是个麻烦事 由于钢筋骨架 经过横竖立斜 等多角度的重新组合 不仅产生的交叉口 瞬间暴增几十倍 甚至几百倍 而且钢筋骨架组合在一起 就会形成粗细形状 角度不一的交叉口 给捆扎工作 带来很大的困难 为了真正掌握和了解 钢筋捆扎的实际情况 我们找到一栋正在建设中的楼房 这栋建筑的顶层刚好铺设完钢筋 那里的工人师傅们 正在准备进行钢筋的捆扎 师傅 你好 你好 我看您是捆扎钢筋的是吧 扎钢筋 他们为什么要扎这钢筋呢 扎钢筋要扎混凝筒 得扎混凝筒是吧 对对对 扎瘤板 那这个有没有什么要求呢 这个要求扎得紧 扎得紧 扎得标准 一个一个的要扎得比较整 接着要扎得漂亮 扎得漂亮是吧 明白了 这样不紧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呢 不紧的话钢筋就不扎了松了 那我能试试吗 可以 你试试看 我试试啊 那你教教呗 看我怎么用 就这样啊 对过来 对过来 拽下去就回来 拽两圈是吧 就这样的 那我试试 您干这会儿干几年了 干十多年了 不干十多年了是吧 累不累啊 肯定累累 肯定累是吧 怎么用 穿过来 就穿过来 然后呢 这么老是吧 有 有 给他穿过来 就这样是吧 给他穿 稍微放松一点 哦 稍微给他放松一点 就这样 就这 哦 就这 就这样 再刀斩一下就转接了 哦 就必须是转两圈是吧 那我给他试一下 你转多圈 给他放松一点 哦 就放松一点是吧 这样是吧 你稍微稍微拉扎 放松一点 再放松一点 这这里再拉承一点 哦 就这样的 对 就我这 我这还不太会啊 看来 这钢筋捆扎 远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明明只有简单的几步 但却把记者 难为的够呛 在这其中 确实有很多讲究 构丝 缠绕 扭紧 每个环节都要快速而精准 尤其是捆扎的松紧程度 一定要合适 如果捆得太紧 会使钢丝崩断 而太过松散 又无法对钢筋 进行有效的定型 相比于双手有些生疏的记者 专业的钢筋捆扎师傅 那动作可以说是相当的娴熟 只见他们几个人 排成一排 身体前倾 点着脚 伸长手臂 并列向前 灵活地挥舞着手中的小翘棍 构丝 缠绕 打紧 三个步骤 一气呵成 捆扎好一个钢筋箍 几乎不到五秒钟就完成了 虽然技术娴熟的专业师傅 捆扎效率很高 但是捆扎时 一直要点着脚尖 蜷缩着身体 十分费劲 时间长了 对于体力的消耗 也十分巨大 而且 每次进行捆扎 动辄就是几万 几十万次的劳动强度 即使是操作纯熟的专业团队 干起这种活来 也十分的头疼 师傅 我看这活确实不好干 第一是累 第二呢 它就老得蹲着 然后呢 它还需要一个技巧 那您说就是 它就没有一种 能代替这种手工作业的吗 设备 有是有的 外部进口的 体积又大 分量又重 而且价格很高 我们这里呢 有呢 别说有个厂次的 是做这个款扎机的 那您能留去一趟吗 那可以就在边上 我带你去看一下 行 好嘞好嘞 好好 谢谢您 那走吧 发明人陆海杰团队 发明项目 钢筋捆扎机 陆海杰是一名建筑材料加工领域里的工程师 一次临近过年 他去工地进行有关钢筋捆扎的调查 到了施工现场却发现 本应该是对钢筋进行捆扎的关键时刻 但是工地上竟然没有几个人 通过打听才知道 原来过年前后就是业界所说的用工荒 就算是比平时多花一倍的价钱 都请不到人 如果因为这个因延误了工期 该怎么办 于是他突发灵感 能不能研制出一台高效的机器 来弥补人工的不足呢 他回到工厂 马上组织同事进行研发 通过对人工捆扎的过程 进行详细分析 并模拟人手的动作 经过将近三年的努力 终于将全自动的钢筋捆扎机 给制作了出来 陆海杰团队发明的 钢筋捆扎机 能实现钢筋捆扎的全自动化 首先扣动扳机电机启动 撕盘内的钢丝 由驱动装置传送至出丝口 对前口内的钢筋进行缠绕 钢丝缠绕至固定长度 就会被剪切装置切断 而缠绕完的钢丝 则由旋转角轴进行最后的扭紧 最终完成一个捆扎动作 送丝 缠绕 扭紧 三个过程一气呵成 灵巧方便 看着怎么跟冲鱼钻似的 这样的模样 你想想的 是吧 对 那你再试着 我也瞅着 行 那试给你们看一下 好 这挺好了 挺快的 挺快的 这挺好的 因为之前 我在他们工地上班 人工可能我也试过 这个确实挺耐的 我看你这都不用动手 直接扣一扳机 然后这个钢丝就铲好了 对 小路啊 我看这个扎出来的还没有水工好 这个 为什么呢 您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觉得还行 这链上不是没有水工什么扎得紧 你就是它松是吧 你试一下 我看看 我看 没事 我看 对 这样 对 对 不是挺快的 挺转的 那么这个钢啊 叫我看 比人工快不了多 就是啊 不会快的 不会快的 这个而且扎出来的 这里没有事 人工的好 试一下 我试一下 就是扣了几张是吧 对对 这样 就最好是吧 对对对 这个钢不行的 不行的不行的 还是手工的好 还是手工好 你就是手工好是吧 我感觉还是手工好 我觉得这挺好 这省力气啊 这个 要不然比一遍 行 要不我叫个钢筋工 给你比一下 我感觉还是手工的快 还真别说 这钢筋捆扎机 不仅外表精致 捆扎的速度 也真是挺快 这间路工扣动扳机 不到三秒钟的时间 就捆扎好一个骨节 可是李师傅怎么就说 他的捆扎质量和效率 都不如人工呢 毕竟李师傅是行家 他说的话还是有分量的 所以为了验证 这全自动捆扎机 在捆扎质量和效率上 究竟如何 我们准备让路工 拿他的捆扎机 和老李手下的 高级技工师傅 来一场人机鄙视 来 各位 现在咱们这个小姐踩着 两片这个耕金网 然后一片是九平方米 对 然后一共有两片 一会儿人工一边 然后机器一边 然后你在那边 然后人工在这边 李师傅 一会儿是由这十五 然后来银行家是吧 对 师傅 您干这活干几年了 十三年了 您都干十三年了吗 那按理说 那您应该是一个 这个非常熟练了 这个工作 那您觉得有信心 能赢上吗 有 有信心是吗 有赢上 行 那那就比一下吧 然后一会儿 我给你们计个时间 两边 然后同时开始 看谁先完成 看谁质量好 那我这个手机 然后给你们掐时间了 可以 看这一块 那行 那准备 准备 三 二 一 开始 比赛刚一开始 捆扎机一马当鲜 伴随着电机的转动声 一个个孤节 被迅速打好 瞬间领先了捆扎师傅 而人工这边 捆扎师傅却不紧不慢 专心地打着每一个节 行家就是行家 捆扎的速度越来越快 只见他灵巧地挥舞着小翘棍 勾丝 缠绕 扭紧 一气呵成 几乎也是不到三秒的时间 就捆扎好一个 隐约有种要赶上机器的气势 而陆工这边干得好好的 机器却突然停了 没有铁丝了 那怎么办呢 没铁丝了 那有盘 原来由于机器速度太快 第一盘捆扎用的钢丝已经用完了 时间紧迫 陆工赶紧换上新的丝盘 调试好机器继续比赛 可是就在更换新丝盘的一小会儿时间里 人工队的专业捆扎师傅就赶了上来 只见他动作越来越快 转眼间已经捆扎好将近一半的钢筋 眼看着就要追赶上机器了 15分钟过去了 随着连续不停地弯腰捆扎 让两个人的体力大量消耗 而人工队的捆扎师傅 凭借着丰富的经验 已经开始领先 眼看就只剩下两排钢筋了 而陆工这边也拼尽全力 机器全速运转 奋力地追赶着人工 最终凭借丰富的经验和技巧 人工队的捆扎师傅 率先完成了比赛 咱看看这质量 质量也好 真挺结实的 打击打得也不漂亮 我觉得跟工具上的一样 很漂亮的 每个都打得一样的 很结实 而且很规范的 对 咱看看他那边那个 看看他那边那个 对 看看他那边那个 陆 您这还差 也其实差的也不多了 不要 看好了 也还行 速度反正是 还确实是没有人工块 但是差的也不多 差不中 行 还有最后三个 二 一 行 这边也满事儿的 对 师傅 您看看这个 您看看行问题 为什么不行 砸得太松了 松是吗 太松了 真的 真是 陆工输掉了比赛 大家对机器的效果 也不太满意 虽然捆扎机实现了 自动化捆扎 但是效率 却还比不上一个 经验丰富的 专业师傅 而且捆扎出来的钢丝结 太过松散 难以给钢筋 起到定型作用 虽然机器实现了 自动化捆扎 但是没想到 这效率 竟然还抵不过一个人工 而且 在实际的捆扎测试中 竟然出现了 捆绑不紧的现象 这可急坏了陆工 发现机器的不足 马上召集团队 进行改进 这回 根据现场出现的问题 研发团队 在机器原有的基础上 增加了 手动调节 捆扎松紧度的功能 终于 经过了将近一个月的努力 一个构造更加巧妙的 全自动捆扎机 诞生了 陆海街团队发明的 钢筋捆扎机 在原有的基础上 增加了调节钢丝 估结松紧的装置 在机器的顶端 装入一个电子控制板 通过调节显示器上的按键 来控制内部齿轮的旋转 进而控制 扭紧装置 在单位时间内的旋转圈数 以此来达到 调节估结松紧的目的 而且 这次更换了大功率电机 捆扎效率也更高了 这新机器 虽然在外表上看 没有多大的变化 但是这回 只要简单地按下按钮 无论是细长的螺丝刀 还是粗壮的锤子瓣 它都能给紧紧地捆扎住 记者试验了几个小物件 觉得捆扎得相当满意 但是 毕竟捆扎机的应用目的 是为了实际的工地作业 只有通过高强度的实地测试 才能判定 这项新发明能否符合要求 于是 我们准备在捆扎机场的空地上 进行一场实地验证 这一回 我们准备的材料 是工地上经常铺设使用的 12和16毫米醋的标准钢筋 并按照标准的15厘米 乘以15厘米的格据摆放整齐 铺好钢筋 让陆工拿着他的新一代捆扎机 进行捆扎测试 就这一片 对 就是 你捆扎什么需要 大概两分钟了 两分钟就捆完了是吧 对 那我觉得那比上次快多了 对对对 上次你和人工比 吃的扎都有快20多 同样是9平米的面积 上次捆扎用了将近20分钟 这回竟然只需要两分钟 这捆扎机真像陆工所说的那样 神速吗 这刚一开始就没有那么顺利 别说神速了 连正常捆扎都有问题 还没捆两个就要调试 这也太麻烦了吧 看样子 这效率还不如第一代呢 陆工也有些紧张 他说 由于是新机器的第一次实地测试 还需要通过不断调试 来掌握捆扎标准钢筋的松紧程度 机器调试了几次 混杂效果明显好了很多 伴随着清脆的缠绕声 一个个孤节被迅速打好 速度也快了起来 随着陆工不断地调试 机器使用的也越发娴熟 捆扎机进入状态 全速运转 不仅送撕 捆绑 仪器喝成 要喝牛锦把握的也恰到好处 一个钢筋骨节 只要不到两秒钟的时间 就轻松完成了 机器给力 陆工心理也有了底 只见它蹲下身去 卯足了劲 连续不停地摁动扳机 不到一会儿就捆扎好了 将近五排钢筋 但是面对九平方米 将近五百多个钢筋网节 如此大强度的捆扎测试 这捆扎机究竟能有多快呢 你看 磕完事了 没几个了 两分钟没弄完 弄弄弄弄弄弄弄的 烂一笔汗回快 对 这样的 是吧 马上回来 没了吧 好的 行 那我猜事呢 行 虽然没有达到 入供先前所说的两分钟 但是也只用了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就将九平米的面积 全部捆扎完了 速度比以前快了将近四倍 为了验证捆扎的实际效果 记得决定亲自上前踩一踩 我们看到 只有没被捆绑 裸露在外的钢筋出现晃动 而被捆扎的钢筋 则丝毫没有变化 因为我比较轻 就是也比较瘦 对 你看能不能给我 在这个重物压一下 那我们找个车吧 为了最大限度的验证 新机器捆扎的牢固程度 我们准备了一台 重达一吨多的汽车 让它从刚刚铺设好的钢筋上压过去 看看 在如此重的压力下 这经过小小钢丝捆扎后的面积 还能有多牢固 往这边来 走 好 往这边去 直着来 直着啊 直着行 别打轮 直着开 再开 直着来啊 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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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我们看到一吨多重的汽车 压上去的一瞬间 面筋被压得略微下陷 钢筋两边也出现了晃动 这承载重量达到普通人十倍的汽车 这略显单薄的面筋能承受得住吗 好 好 行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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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 可以啊 哇 真行啊 没想到 这面筋竟然真的承受住了重压 原本凹陷的地方也恢复了正常 汽车平稳地停在了上面 除了有些孤节被车轮压扁 整个面筋看起来并没有任何变化 那么如果我们把车开下来 经历了重压后的面筋 会出现多严重的松动呢 现在看看 看看这个被你压过的这个 更新网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 没事啊 没事啊 还挺结实的啊 反正基本上现在还是那个 陆工和记者先后晃了晃 被压过后的面筋 发现除了只有一根出现少许晃动 其余钢筋依然稳定如初 并没有出现松动和变形 没想到经过小小钢丝的这么一捆 钢筋竟然有这么牢固 这捆杂质量和效率都通过了考验 但是毕竟这台机器最终将要面对的 是连续高强度的实地作业 陆工迫不及待地带着记者 来到一片足有2000平米的施工场地 那小鹿你今天来找什么事了 我找你再找几个功能一起比一下 比一下比一下了 你几个人了 我这个现在这里有四台机器 听说又要比赛 老李面露亲密 以四台机器挑战15个专业的捆杂高手 老李坚信机器还是不行 而赵基来的人工队的专业师傅 听说有机器能代替手工 既兴奋又紧张 自己高超的手艺还能输给机器不成 大家伙都卯足了劲 要跟机器来场大战 人工和机器里边 每边是七块 七块 这七块 然后我给你们定个时间 时间为一小时 来 开始 走啊 来来来 开始 快点快点 随着记者一声令下 比赛开始了 这回人工队和机器队 要在一个小时之内 分别队所数的近100平米的面积 进行捆扎 捆扎多者赢得胜利 一时间比赛现场热闹非凡 如此大规模 大劳动量的比赛 对双方来说 不管是技术上还是体力上 都是严峻的考验 人工队虽然人多 但是挤在一起 却会影响捆扎效率 李师傅发现了这个问题 马上调整阵情 由之前的一字长蛇式 改为了两边夹击式 将人工队分为两边 向中间包围捆扎 机械队拼尽全力 要赢人工一血前耻 而人工队则认为 机器难敌双手 更是卯足了劲 要战胜机器 人工队的队员都是长期进行捆扎工作的行家 他们动作娴熟 技术巧妙 自信十足 即使是在紧张的比赛之中 也是有说有笑 十分轻松 丝毫没有把机器放在眼里 人工队进度神速 仅仅用了八分钟 就已经捆扎好了将近15平方米的面积 相比于气势十足的人工队 机械队的众人却严肃很多 尤其是陆工 由于改进好的机器 第一次进行如此大规模 长时间的试验 效果到底怎样 还不得而知 虽然比赛时间紧迫 但是陆工并不着急 耐心地一个一个进行捆扎 经过了几分钟的适应性使用 机械队进入状态 按动扳机 撕紧孤城 不到两秒的时间 就将钢筋捆扎好了 机器发挥正常 陆工和队员越干越有信心 虽然捆扎经验 不如专业的捆扎师傅 但是凭借机器惊人的效率 他们渐渐要追上人工队了 时间很快过去大半 比赛进入胶着状态 人工队和机械队拼尽全力 都不想输给对方 而面对如此大劳动量的比试 对于双方的体力和耐力 都是巨大的考验 人工队的脸上 已经没有了比赛刚一开始时的轻松 转而浮现出的是疲惫的表情 而机械队这边 眼看比赛将要结束 大家也忙得顾不上擦拭额头的汗水 抓紧一切时间 混杂着剩余不多的钢筋 就这样时间快到了 人工队的包围战术取得效果 大家围在一起 只剩下最后一块面筋了 最后一搏 人机两边都拼尽全力 究竟这场最终的比赛 谁能获得胜利呢 你们玩的 真的很漂亮 又得胜利 太 revise了 你们词只要成功 多叹象 想是什么 往下 看到 我的心声 跟我总统说 hak 他們完事兒了 完事兒了嗎你們 也完事兒了是吧 行 李師傅 咱剛才用了一小時 人工和機器裡邊 基本上是同時完成的 然後速度反正也看不出來 真挺快 是吧 那您看看這個效果 你檢查檢查 看看合不合格 效果這個機器 可以可以 比上次的那個 不知道好多數了 好的好的好的 好的是吧 好的 那你現在這個效率也快 效率快的 然後質量也高 還好 好的好的 質量好的 看到我們的建築工人 各個喜笑嚴開 我是真的替我們的 發明人感到開心的 希望這鋼筋捆扎機 能夠幫助到 更多的建築工人 說完了建築施工 接下來我們把目光 轉向到 農業勞動中 所用到的肥料了 我們知道這肥料用得好 這農作物呢 才能長得旺盛 但是肥料的味道 那可不好聞 而且在它生產 製作的時候 需要經常去翻動 費時又費力 而且這個味道 確實是讓人很難忍受 那麼我們的發明人 有沒有什麼好的方法 來幫助我們解決 這樣的難題呢 我們趕緊去看一看 我國促禽養殖多 促禽糞便 廢物 產生和排放量大 大量促禽糞便 如果沒有得到資源化利用 會對環境造成一定的污染 面對巨大的促禽糞便 和生物有機肥需求量 將促禽糞便耗氧堆肥後 進行無害化處理 進而資源化利用 製成優質的有機肥 不僅可以有效地解決 促禽糞便對環境 產生的污染問題 而且可以促進 綠色環保農業的發展 廢物利用 綠色環保 真是一舉兩得的好事 可要將廢棄物 轉化為有機肥料 反拋 鬆散 這個步驟至關重要 目前 這些都是靠 產車和人工相互作業來完成 既然是廢棄物 肯定味道好不到哪裡去 並且工人們基本是在一個 相對封閉的空間裡 產車來回不停地運送原料 將原料堆置在一起 工人們在一邊用鏟子 反反复复攪拌翻拋原料堆 戴上口罩也經常被熏得 頭昏腦障的氣味難聞 枯燥乏味 費時費力 面對這樣的困境 工人們苦不堪言 那麼 有沒有一種發明 能為他們改變現狀呢 發明人林振祥 發明項目 旅帶全液壓翻堆機 林振祥是廣西柳州人 他從小就喜歡 倒過一些機械方面的玩意兒 凡是他看著有意思的東西 非要弄個明白 90年代他下了崗 為了生活到處找工作 但是也都不如意 後來他憑著自己的愛好和興趣 做起了汽車模具 汽車零部件製作方面的工作 經過幾年的積累 他自己開啟了一家小型機械廠 老林每天上下班 從家裡到廠裡的路上 要經過一家肥料廠 廠裡有他的熟人 沒事的時候 老林也到廠裡轉轉 老林也是有過苦日子的經歷 看見工人和產車載翻挖原料 那麼累 效果也不好 拋翻出來的肥料不勻式 影響了有機肥料的質量 老林看在眼裡 他琢磨著 要有台機器能代替人工 就好了 老林做事情有骨子鑽眼劍 回到家 他打算動手嘗試 研究一台翻堆的機器 他找到有這方面經驗的師傅請教 並和他們一起探討研究 落實圖紙 進行製作 就這樣 反覆地擺弄修改 老林和師傅們摸索著 把第一台機器做了出來 好不好使大家心裡也沒底 純粹是摸著石頭過河 林師傅發明的第一台翻堆機 寬3米5 高1米5 它主要由駕駛樓 發動機 液壓 滾軸 油箱 以及履帶輪組成 在翻堆作業時 起到攪拌 翻拋 疏松 破碎等作用 點上木罐 機器像蜗牛一樣 總算是緩慢地爬了上去 上個小台階都得費半天勁的機器 要用它來翻拋成堆的原料 能行嗎 林師傅發明的這個機器 重達8噸 體型很大 街坊鄰居聽說老林 發明了這麼個大家伙 都跑過來看熱鬧 沒見過 我好像看那樣 好像那個坦克一樣 這機器是幹什麼用的呢 機器準備好了 铲車也已經铲好了一個 長方形的沙堆 在這長方形的沙堆上 機器啟動 將會發生什麼樣的事 我擺了 機器啟動 對準沙堆進行翻拋 這時大家明白了 哦 原來這是一台新型的翻堆機 在這個機器的下面 有一個螺旋刀滾 對這個沙堆進行翻角破碎 這個沙堆經過翻堆機的翻拋 會變得均勻蓬鬆 這個效果真是好啊 由這個機器翻出來的沙堆 鬆散均勻 既節省了工序 又省時省力 這讓記者也很意外 沒想到 連個小台階都爬不上去的大家伙 不過翻起土來倒是一把好手 看來記者的擔心是多餘的 林師傅這次是充滿了信心 他帶著我們的記者來到肥料廠 要把自己的機器 展示給廠裡的員工看看 哦 他是有肥肥的啊 今天呢 我們兩個人 來看看我們兩家的 我們的設備 你看 帆對機 爬起坡來 輕鬆簡單 很不錯 但帆對效果好不好 在沒親眼見證之前 場裡的員工還是持有懷疑 這讓林師傅很是不服 那好 咱就來場比賽 讓大家見識一下 自己心機器的厲害 肥料厂进行翻堆的关键 就是要保证肥料的发酵 发酵在有机肥生产过程中 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 通过反复翻抛堆制的原料 使堆制的原料与空气充分接触时 有助于耗氧微生物活跃 产生发酵热 形成中温高温交替的状态 能让各种有益微生物菌 在其适应的温度段成长繁殖 促进微生物与有机物之间的化学反应 28度 肥料厂规模很大 放眼望去 都是一排排需要翻堆的原料 工人们戴着口罩翻抛着肥料 产车来来回回地运输着 大家干得都很卖力 可是就这样的单纯依靠工人的体力 和产车辅助运输 对于工人的体能和工程项目的效率 都是一个很大考验 双方各自召集起自己的队员 组成队伍 大家势均力敌 准备开展比赛 这次大家谁也不服水 都想赢得这次比赛的胜利 一声令下 两队势均力敌各不相让 人工队这边的两台铲车 加速了马力 全速运转前进 工人们也鼓足干劲 快速翻抛原料 机器队这边 按着既定的速度平稳前进 翻抛后的有机肥 平整松散均匀 并且没有气味 就在比赛进行的火热时 我们看到了一群 正在紧张观看比赛的群众 一边是人工队的支持者 一边是机器队的铁杆粉丝 对于比赛的结果 大家一轮纷纷 有人觉得人工队能胜 有人觉得机器队设备先进 肯定是机器赢 没到最后关头 比赛难分胜负 人工队虽信心十足 但此时机器队却稍微领先 见机器队领先 人工队的大伙们更是鼓足了士气 齐心协力将要赶超机器队 双方进入胶着的状态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人工队实际浑身解数 不仅没赶上机器队 反而离机器队的距离 是越来越远 刚还气势高涨的人工队泄了气 原来是因为在紧张的比赛中 人工队使劲过大 到了比赛后半程大家都没了力气 实在是干不动了 比赛结束 翻堆机 翻抛速度 力人工快了好几倍 它这个机器确实比我严重快 至少是两倍以上 真没想到 这翻推机 面对这么多的人工师傅 也可以顺利挑战成功 我们在这里祝贺发明人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欢迎大家关注 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和新浪微博 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科教频的其他精彩节目 我是丁熙 下期节目再见 他其貌不扬 却处处暗藏玄机 深藏不露 他身材小巧 却威力无穷 大才小才 手到擒来 全自动浚料装袋机 应运而生 浚料装袋 一气呵成 敬请收看 我爱发明 智慧大联盟